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关注欧洲方面最新的资讯 德国公布了最新上月的PPI 环比日下跌0.2% 英国公布了最新在9月份的零售数据 和之前一个月保持持平 欧洲央行结束了新一轮议席会议 对现有的货币政策没有做任何调整 美国在今早公布了最新上周出请失业金的人数 小幅攀升到26万人 但依然保持在30万以下 另外费城联储公布了最新的商业展望的问卷结果 是达到9.7 稍后美国还将公布上个月二手房的销售数据 而现在美元的走势则是呈现涨跌互践的一个交易局面 首先来关注一下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也是我们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 现在上升到了1.0994 整个的走势还是呈现熊市下探的 我们看见整个的曲线是进入了一个负面的轨道线当中 相对上升指标RSI是混合向下的 如果整个的比价一直是在1.1005之下的话 还有可能会再次下滑 并且省间滑落到1.095之后 阻载到1.0925 如果比价维持现在上涨的趋势能够突破 并保持在1.1005之上的话 将有望能够上升到1.1025之后 升到1.104 再关注一下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 现在下滑到了1.2232 而美元对于支援的比价 则是反弹到了103.83 贵重金属的交易在星期四 则是出现下滑的 黄金的价格现在下滑到了 美昂斯1269.80美元 而白银的价格现在是走软到了 美昂斯17.64美元 赢价的走势在近期都是呈现牛市上涨的 短期可能不可避免会有一定程度的盘整 但范围可能比较有限 如果赢价一直是在 美昂斯17.48美元之上的话 有望能够上升到 美昂斯17.82美元之后 升到美昂斯18美元 如果赢价再次下滑并且跌破 美昂斯17.48美元的话 可能会首先滑落到 美昂斯17.35美元之后 走软到美昂斯17.27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追定三朝五 财经电视